2010年某著名青年男演员怒打老外的消息引爆娱乐圈 八卦媒体文心耳动很快就锁定了当事人刘夜 当天刘夜出席了上海电影节 活动结束时换上便装准备打车离开 结果刚拦下一辆出租车就被一位喝了酒的外国人接租先登 二人因此发生争执并进行了亲戚友好的互动 好在上海的出景速度极快 警笛声中二人达成和解 可即便如此 作为公众人物这件事还是让刘夜受到了一波非议 年少成名对于这个结果他不可能不知 却又为何如此暴躁呢 很快就有人把矛头对准了刘夜与安娜的感情 原来当天的影展上刘夜带来了三部作品 全程忙得不亦乐乎 可就是不见老婆安娜的身影 要知道此前二人总是携手出行 高调秀恩爱也是常事 于是有人将刘夜的暴躁归结于感情不顺 事实真相不得而知 但刘夜对安娜的依赖有目共睹 二人相识与一场朋友聚会 彼时刘夜正受困于长达五年的失眠痛苦 每晚要靠吃安眠药或者喝酒才能入睡 严重时甚至双管齐下 可瞪着眼直到天亮的情况依然频繁 那个酒精 酒精跟安眠药已经就产生作用 睡不着就哭 而安娜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状 得知她总是失眠 就陪着做到天亮 严格控制酒精和安眠药的摄入 效果非常乐观 但后遗症同样明显 刘夜把对酒精和安眠药的依赖 转移到了安娜身上 她在身边就能快速入睡 否则就得借助药物 只是剂量小了许多 摩托采访中 安娜骄傲地说 一个好的妻子就需要做丈夫的母亲 因为她离开妈妈后 只有妻子能够给予最温暖的拥抱 如果你还在对西方教育关心向往之 不妨看看刘燕老婆这个反面典型 刘燕老婆安娜是法语犹太人 毕与巴黎大学精通法语 英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和汉语 曾就职于法国驻京大使馆 是个职业摄影师 还在某乐队担任过主唱 如此优秀的履历和开阔的眼光 她却独爱中国文化 诺依芽芽学语时 就跟她讲三字经的道理 讲人天性中的善良 为孩子准备的床前故事 是盘古 后裔 嫦娥等中国神话 买的第一套故事书是西游记 诺依五岁时就已经对孙悟空的故事 耳熟能详 个人卧室里也贴满了 齐天大圣的海报 要问安娜为何不让孩子 通读西方童话 因为王子和公主的故事 天生带有血统偏见 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在安娜的正确引导下 诺依骨子里的中国DNA 被一步步唤醒 比如勤俭节约和吃苦耐劳的美德 在别的新二代 带着六位数的项链 穿着五位数的T恤 招摇过世时 诺依一双袜子 从花样爷爷穿到爸爸去哪 整整一年 脚都长了一截袜子还在穿 普通的凉鞋 诺依穿得也格外爱惜 因为他穿不上了 还可以留给妹妹 在爸爸去哪中 被分到了三季以来最差的房子 看着土坑上扬起的尘土 刘夜都皱起了眉头 诺依却能够欣然接受 你觉得这个眉督怎么样 好 这个特别凉快 不仅如此 诺依身上还有很多明星 都没有的民族认同感 最大的心愿是当一次护起手 这独定的站姿 足以看出她的认真与虔诚 有一次在机场被误认为外国人 诺依的反应是大声告诉对方 我是中国人 而这些都是安娜坚信的 中国式教育带来的影响 正是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妻子 刘夜才会在与诺依以命抵命时 犹豫的片刻 安娜差点因为诺依没了丈夫 2010年 诺依在法国出生 本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喜事 刘夜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安娜工作时间过长 又不接受抛妇产 小诺依出生时已经没了呼吸 这让本就敏感的她陷入了深切的自责中 直到安娜让她赶快为儿子祈祷 才回过神来 此时 她脑中只剩一个想法 求菩萨保住儿子性命 哪怕是用她的命当作交换 可看到病床上的妻子 她又犹豫了 左思右想 决定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 只求换回儿子一命 索性医生的及时就职 让诺依起死回生 但刘夜却并未就此退圈 倒不是说她迷恋演艺圈的荣耀与光环 而是安娜不同意 这并非她第一次想要为家庭放弃事业 二人结合之初 安娜曾被重病困扰 刘夜一直在身边照顾 每次看到病床上的妻子 她都感到崩溃 想过最坏的结果是妻子一直不好 她就彻底断掉工作 谁也不联系 不要名气 也不接通告 挣不挣钱都没关系 只要陪着家人就好 然而这样的深情表白 并未得到安娜的支持 因为相较于刘夜的理想主义 安娜想得更加现实 也更加长远 她说有病人在家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负担 作为家中顶梁柱 刘夜更应该在外拼搏 给家人带来向前的动力 而不是只陪着我 这样的信念 支撑着她重拾健康 也支撑着她 永远做刘夜坚实的后盾 所以她能够接受丈夫的大男子主义 像个母亲一样 接受对方的急躁和不安 还教导出了一个温暖坚定 且懂事的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